OK 現在呢 這個是我們的 這個 毫米波雷達的那個新版 裡面的韌體 還有它的那個傳輸效率 已經又提升了 不過那個過熱的問題 還到時候 還得要再去修正一下 那這個就是這個毫米波 現在它所感測到的 周遭的 這個波形變化 那 這個毫米波的 雷達的天線在 在前面這邊 那以這個天線 為基準 中心為基準 展開60度的一個圓錐 這就是它的感測範圍 那我們 現在第一階段 我們是要利用這裡面的波形變化 來判斷說 它感測到 這個周圍裡頭 是不是有人體的知識變化了 那 我們現在呢 先試試看 首先第一個 這程式是 Python 是三斜的 然後是用 去直接執行 這個Python 它上面的這個程式 透過是 RSO32的方式 就傳統的那個CW的方式 那它電力消耗會很大 所以它有兩個 一個是收資料的 一個要另外供應給它10W以上的電力 這是目前它 它 它的那個 設計的 部分 那我們現在 請另外一位幫忙拿一下 我來 試試看 好 先看 我站在這個螢幕前面 然後 拍那邊 拍那個螢幕 好 波形差不多了 那我現在呢 我來做一個簡單的動作 比如說 我轉身 停住了 然後 我又轉身 兩次 都有看到波形的變化 然後 我再來 又轉身 好 然後 再 再轉身 這一次 你直接轉180度 好 你現在要拍我的動作 好 轉身 好 你拍螢幕 好 然後 你再轉身 拍我現在 好 再拍那個波形 太陽是不是有光 好 謝謝謝謝 謝謝